欢迎回来国际重要财经讯息带您关注 日本股市从上周四午后意外崩盘之后 今天又大幅下跌 为亚太乃至于欧洲市场增添了几分利空阴影 日本股市27号大跌 不过经济财政大臣甘利明认为无需担忧 他表示日本央行会和市场人士密集沟通 并关注市场波动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也认为 日本股市今天是反映中国数据下滑 而之前股市涨幅是空前的 东正指数近六个月共上扬了52% 日本财务负担 三口俊一表示 日本央行对市场波动的处理稳健 对股市、国债及日元的波动 他也会持续注意 新唐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